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今天获全面特赦重获自由之声 安华指出马来西亚进入全新的黄金时代 它会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全力支持新政府 不会催促首相马哈蒂交棒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发出公告 元首在听取特赦局建议后正式给安华全面特赦 安华重获自由之声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二十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只要能获得人民支持 他所受的痛苦和侮辱都没有任何关系 同时指出 要给予马哈迪必要的支持 必须推动改革带来改变 安华在记者会表示 接下来会把部分时间用于海外讲学 今年七十岁的安华因为两度遭判鸡肩有罪 入狱服第二个五年刑期 他对支持者表示 他遭控的罪名是出于政治迫害 日前再度出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 十五日表示 初期他将担任首相 也许是一至两年 之后他将让出首相大位给安华 但即使退居幕后 马哈迪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 安华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离开交赖康复中心 他看起来气色健康 与支持者挥手打招呼 随后前往国家皇宫 觐见最高元首 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交赖康复中心外等待安华 并不断高喊人民万岁 即释放安华等口号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 大批阳 Finished 结束 结束 终与 恨 清